哇 幸福西藏 在当雄的现场报道 今天是2015年的4月30号 也是4月底的最后一天 我们从当雄海拔 4198公尺的地方 现在一直出发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是 12点56分 一直准备出发 前往下一个站叫纳曲 预计在2点15分的时候 抵达纳曲地区的地方 早上呢 10点10分 先从拉萨火车站 坐T8026的班次 从西宁火车站 拉萨火车站出发 预计在2015年的5月1号的 早上7点30分 会顺利平安抵达西宁火车站 在正前方所看到一些的 非常的漂亮 就是整个纳曲的一个 两侧的平原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草原 在整个草原的正后方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 唐古拉山 但是当地的地理名称 叫做念青唐古拉山 可以看到白癌的雪 我们在昨天大概整个到纳木座 沿途的飘雪 哇整个效果非常非常的漂亮 请慢慢欣赏 沿途的风光 然后呢 我再放个音乐 让做时空的配置 想听什么音乐呢 来请现场观众朋友来点歌 在点歌的从事呢 我来 选几个比较好听的音乐 幸福西藏欢迎你的音乐 幸福西藏有什么样好听的音乐呢 哇,很多的音乐 来请听 幸福西藏 接下来 给大家听一下 马吉阿米的音乐 谢谢苍阳家畜 阿米的音乐 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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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飘飘 雪茫茫 心中何处在港山 家乡后援西藏油 祈求美好幸福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之心 爱情之心 刻苦铭记之心 解脱不了爱情之所 接下来下一首音乐呢 就是叫 就是叫心中的雪恋 心中的雪恋 心中的雪恋 想要是叫 心中的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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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整个青藏高原以牦牛的数量拘束最多 牦牛平均的善价大概是人民币大概是五到七千块钱 接近台币的话大概是两万五到三万块钱一只 因为牦牛的功能非常非常多 从羊毛的保暖 牦牛肉可以吃 还有牦牛奶可以做成酸奶 可以做成那个蘸奶的部分 都是牦牛的功能非常非常的丰富 而且非常适合高原的气候 不管天的它都能够适应 而且在这个空气这么稀薄的地方真的是不容易 你不能佩服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色物 那人类要克服到这边甚至还很辛苦 唯有藏民能够适应这样的高原极地的气候 一年看世纪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在西藏你可以一天看世纪 那就是很不容易 所以幸福西藏欢迎启程到西藏来体验你的心灵之旅 还有这一次同行者往后远 身体若干不适 都没有好好照顾他 希望他能听到我的声音能够好好地见谅 也希望他能够听到我这段辛酸史 还是很小心能够照顾他 但是还有其他团员在照顾 所以一心不能两用 他是专业领队 希望他能够谅解 可以理解 理解万岁 理解万岁不是我万岁 我记得到麻洁 因为我们要点了 结果他把窗户关起来 气死了 是会冷 哪会冷啊 哎呀就放弃了 如果也好 省下的时间跑去按摩了 仗室按摩 也是一种体验 90分钟 148块人民币 原本导游领队有优惠的 但是跑错间了 一样都是叫富桥 就是跑错间了 我也还好 因为在西藏 另外讲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坐计程车 哇你看毛泥有多少数量 你就可以知道了 哇 哇 还有很多的绵羊 嗯 这个还不是藏民羊 没有啊 藏民羊不会在这里 它是单独的 还有它麻 嗯 你看两个藏民就在那边 骑着摩车就木刃 他们生活就这样子啊 他们的财富不在身上 大地就是他的财富 他们从哪边的牦牛 那喝他的鸟 所以他叫他的医生父母 跟现在都市人思维方法 完全不一样 这是他们的家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你讲家族 可是他们认为是非常的温暖 也很温馨 还有人的管制 那个心中的雪莲就到此告一段落 它们的脑子 这个 będzie大家注意 这是两位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嗯 这是两位的男主角跟女主角